每个人都捡过钱 我捡过一万 小的就不说了 一万好像挺多的 前面一辆车子 过去 也不知道从哪掉下了一个新房 包裹的东西 其实我们要自我反省 这个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叫着他 也好奇那个里面是什么 那准备捡起来 看一眼再说 结果后面 一辆车子比我还快 那捡起来 就准备跑 那就不行了 我一把拽着他 我说哥们 那见面分一边 那我拽着他 他又走不了 一看 拆开一看 那么多钱 准备 说我们到小路 分一半吧 那走到后边 这个时候 那个人 又返回来 估计是 在路上问 看谁捡到什么东西 那 我就说 我这没有 你看他呢 那钱在他身上 那结果他藏得很好 这摸了摸也没有 跟说都没有 怎么办呀 走 我看那个人呢 是一个 农村打扮 很着急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说什么也不行了 侧隐之心 人家说不定 看病或者 干嘛用得很着急 我说人都来了 那 那我们又走不了 就 给他吧 那这个时候 他要犹豫 犹豫肯定也不行了 因为我 已经有这个心了 不可能让他走 给他 给他 拿起钱来 骑车车子 慌慌就要跑 我说 也不谢谢啊 啊 谢谢 谢谢 跑了 我们想 分享一个观念 前面说了 他第一时间 应该叫做 他这是最好 那 推而求 几次呢 那这种情况 说是没有给 其实 这个 胡雪原 想当年 减到七百两 黄金 那 因为孩子小 可能什么也不懂 也不知道 拿来这么多 有什么用 怎么用 可能也有紧张 就 原树不动的奉还 我们 两层 第一呢 其实 江湖道义 你捡了人家钱 这个不是偷的 不是抢的 你最好的 那是能等对方 回来 当然如果是一个破手套帽子 那你看你有用 你就 哪个用算 何必要 这么周折 或者你没有用 你就放那 说不定还会来 只有用谁就 接走 这就是自然的道理 但你真的 捡到了 其实对方 他要感谢你 你要考验他 第一个 考验他是不是他的 真实性 第二 如果他一点感恩 这些没有 也要随缘教育他两句 那十块 最起码分两块 这江湖道义 干嘛给你 有这一层 如果他实在过分 还不缺钱 拿走算 这是我们 倡导 所以 有的时候就不用纠结 看你到哪一